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3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 中国经济正在明显的下滑,第二个 西安地铁保安当众扒光女乘客的衣服 这件事情我们要讲一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 跟什么有关,跟我们人的尊严有关系 那么先说经济 这个 最新公布的这个财新 财新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叫PMI为49.2 比7月份回落了1.1个百分点 是2020年3月以来最低,那么另外一个财新服务业PMI 下大跌,大跌8.2个百分点 到 46.7% 是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 结果呢 财新的综合PMI大跌5.9个百分点 到了 47.2 50是融枯分界线 50以上就是融 50以下就是哭 就是基本上是 50以下就我们叫收缩 这就是整个的行业在收缩 50以上在扩张 那么他现在两个都已经进入 这个 制造业的采购经济指数 跟服务业的采购经济指数 一个是跌到了49.2,一个是跌到了46.7% 于是他的综合的指数就跌到了47.2% 那么这都是 大家都认为啊,基本上都认为7月份的数据呢,低于预期 反映了整个的经济呈现一个 往下走的一个压力 但是呢 但是到了8月份,大家明显的看到这个下跌,下滑的这个趋势很明显 他已经开始这个 开始进入 显性的下滑状态 那么影响8月份经济表现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1个 中国各地 反复的爆发这个疫情 对 对8月份的影响,对中国经济8月份的影响比对7月份的影响大 这是第1个 第2个 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这个洪灾 导致这个原材料供应和产品的运输 不差 影响了整个的生产周期 因为长江中下游也好 黄河中下游也好,都属于中国的腹地 南北东西交通的要道,所以它影响 交通运输的影响对经济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是第2个,第3个 那么因为这个减碳 减碳措施 对钢铁 有色金属的行业进行限产 那么造成了原材料价格的极其涨价 7月份原本的7月份政治局会议曾经提出来 说要纠正这个运动式减碳的这个政策 结果落实的情况比预期的差 中国各地陆陆续都还在出这个限产的政策 所以呢上游产业 就是主要是原材料的产业 那么它的生产指数 低于50 全部都低于50 所以呢 生产指数 新订单指数16个月以来这两个核心的指数,一个是生产指数 一个是新订单指数 16个月以来低于这个融库线,就是50,50就是融库线 那么其中供给需求 在这个收缩大幅,收缩的更大,就是往下跌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出口订单指数维持在临界点附近 显示出口 总体保持稳定 那么但是呢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企业说那个 出口订单也受盈 海外疫情的这个影响 需求在下降 那么企业用工 开始调整 以企业用工开始调整 你比如说教培行业,教培行业基本上都在裁员 经济学家王哲说 说7月份下旬 7月下旬开始的 本轮这个疫情是 去年二季度,中国经济逐步正常化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 这是 这是个很严重的事件 这是第1个,第2个 8月份的制造业服务业景气双双下降 尤其是服务业影响更大 那么市场供给下降,需求被压制 就业市场 略有收缩 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 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PMI数据跌幅更大 比这个财新还要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份制造业的PMI下跌 0.3个点 它这个是稍微少一点 它还维持在50.1 融合线以上 但是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下降 下降7.3个百分点 跌到了45 跌到45,我等一下给大家看这个表 综合PMI产出指数 跌到了48.9 下跌3.5个百分点 这两个指数都是 2020年3月以来第1次跌到 收缩期以下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指数 这是制造业的PMI指数 这个全是统计局的数据,不是财新的数据 你看 制造业跌到了50.1,基本上是最低点 到最低点 这是一个 然后是这个 然后是这个制造业 制造业的这个 大家看制造业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你看一个箭头下去,看见没有 直接跌到了47 47.5,这跌幅非常的大,非常的刺激 这是一个,这是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 说明商务活动在急剧的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 直接跌到了45点 服务业 服务业是什么 教培属于服务业 教培属于服务业 然后是综合 综合 综合 PMI产出指数 直接跌到了48.9 看见没有 你可以看这个起伏,直接下来,一个箭头下来 所以经济收缩的情况 是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结论就是 那么整体的经济处于一个明显的下行的状态 明显下行状态 这是一个 我们就顺便讲一下 讲篇文章 这篇文章谁写的 这篇文章是张维莹,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莹,张维莹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篇文章的背景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 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口号 这个口号出来之后呢,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那么 腾讯和阿里 分别都 出资1000亿人民币 那么成立一个 支持共同富裕的这个基金 这就是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打土豪分店地的现代版 那么这个整个现在中国社会的气氛 我昨天看到一张图,这张图我还没办法给大家 给大家展示 我看看能不能展示 什么图呢 就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做了一个图 说这个 客户如何思考这个共同富裕的 这个其实共同富裕这个口号 在中国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虽然媒体不报,但是反响非常大 他有一个 矩阵图,这个矩阵图我没办法展示啊,我念给大家听 他把这个客户 招商银行把这个客户 客户的这个反应呢 分成四派 第1个叫根据地派 第2个叫骑墙派 第3个叫逃跑派 第4个叫担心派 先说根据地派 根据地派的情况是什么 根据地派就是已经决定定居中国 哪都不去了了 那么认同 需要遵守大环境的制约 对政府有信心 依赖依法治国 然后 愿意依法纳税 交涉保 然后改变分配方式共同富裕 愿意考虑传承的方案 这是第1个,叫根据地派 第2个叫逃跑派 逃跑派什么呢 担心沙夫济平 担心被 追溯过往 那钱来的有点不大干净 然后他干什么呢 然后他就开始 转移资产地点 转换资产形式 转换个人方式 然后 转换资产持有人,就是逃跑派 第3个叫骑墙派 这种人呢 有几个特征,第1 身份国际化 拿着国内身份证,可能还拿着几个海外身份证 海外护照 然后就是资产国际化 他有一部分资产在国内,可能有大部分资产在海外 然后加强传承安排,赶紧把钱 往外搬 做好资产配置 该卖的房子卖掉,该换的人民币换掉 走一步看一步 骑墙派 人还留在国内 大概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担心派 担心派呢 自身不够专业,担心风险 然后呢,认为会被均负 均负 有的时候想躺平 但又容易被受外界意见的影响 冲动形势 这是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就是 分析他的客户是如何思考 共同富裕的 这个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很到位 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张维吟 张维吟是在那个经济五十人论坛的网站上发表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市场经济 与共同富裕 这篇文章现在在线还在 大家可以去搜的看一下 但是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其实媒体是有报道 媒体有报道,特别是海外媒体有报道 国内媒体也有报道 然后呢,国内媒体报道这篇文章的报道 删掉 文章还在,五十人论坛还在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篇文章很棒,非常棒,我推荐大家去看 那么我回头会在社区贴出来 他这篇文章基本上有三点 第一点 他解释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多重要 当然这是一个对 当今这个国进民退的 这个 反改革思潮的一个反讽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分析呢 怎么样通过市场经济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他这里面就是对这个很现在社会的一个 一个 这个思潮的一个反驳 就是说 市场经济造成这个贫富分化 他对这个进行了 非常充分的解释分析 然后第3个 他分析了什么 他分析了 政府干预市场的后果 所以呢这篇文章很有价值,他通俗易懂,写得非常的棒 虽然他是个经济学家 他不用专用名词,都是大白话讲得很好 所以推荐给大家 他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留存到现在,因为他的文章放在这个中国经济50人论坛 的网站上面 当然他写这个文章的表达方式也很技巧 挑不出毛病 基本上是中国的一个作者的基本功 武圣论坛呢其实是谁创办的 其实是刘鹤创办 副总理刘鹤创办 我说 刘鹤在中国经济界留下最 最正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办了这个论坛 办了这个论坛 那么 他是在1998年6月份 和这个吴敬连,吴敬连当然是中国经济的自由派 自由派,吴敬连为首的自由派 这个成立的,我念念这个他的阵营,大家就知道这个网站有多牛 他的学术委员会的荣誉成员 吴敬连 刘鹤 吴敬连还排在前面 然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樊刚 樊刚大家知道,社科院的,社科院的经济所所长 不知道现在退了,好像现在应该退了 我做记者的时候他就是所长 少年得志,京城四少之一 樊刚 易刚 人民银行长易刚 许善达 吴晓琳,吴晓琳是原来的这个 外管局的局长,人民银行副行长 蔡芳,蔡芳是原来是 社科院的院长 然后召集人是段永基,段永基是司通 司通的总 董事长 柳传志召集人 然后他还有谁呢 财政部副部长 廖明 证监会副主席 方新海 财政部的,财政研究院的院长 刘上希 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外管局副局长陆磊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然后是社科院 经济所副所长张晓晶 中裁办宏宽局副局长张晓浦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徐斌 都是有分量的 都在经济界都是有分量的人 我在这里念几段有点新闻敏感度的 里面的话 大家就知道这篇文章在讲什么 他说,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公平 更平等 市场经济给普通人提供了走出贫困 和发家致富的机会大白话 这合理吧 从历史上看 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力量 就是特权阶层 和既得利益者 市场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 技术进步 并使得新的技术很快商业化 汇集 汇集普通大众 他说 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最好的办法 是让企业家 活动更自由 你看 把这些老板都抓起来 你看 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 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会回到 贫穷状态 共同富裕变成共同贫困 我们必须明白 他说我们必须明白 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 或者慈善机构给的 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 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 只是把 财富的一部分 把财富 从一部分人的手里 转移到另外一部分手里 而不可能无中生有 真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政府和慈善机构 才有 才有了 可用于扶贫的钱 如果企业家没有了积极性创造财富 政府也就没有钱转移支付了 慈善事业也就成了 无缘之水 说得好吗 说得非常的棒 非常的平静的把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深刻 他说 他说 中国未来的发展 取决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相信什么 不相信什么 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 不断的推进市场化改革 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 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 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 不要忘记了 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 是为了穷人谋福利 结果却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穷人 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讲得好吗 不太好 他还说 忌妒 现在被披上了公平分配 和社会主义的马甲 取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很容易蛊惑大众 使得一些 置根于嫉妒心的政策 主张 可以在公平 正义的名义下 大行其道 这些政策主张将人们的注意力 从财富的创造 转向财富的分配 这讲那个共同富裕的政策 一定会伤害那些本来有希望 靠自己的努力 富起来的人 而这些人 正是政策主张者 号召要帮助的人 说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推荐大家,我回头会 把这篇文章贴上去,大家可以去看 那今天我还注意到一件事情 是什么 胡锡进的那篇 这个公众号,他自己胡锡进观察 公众号那篇文章给 给限制转发 我今天一打开网站我就发现这条消息 胡锡进那篇文章 批评这个 这个 之前 李光满 李光满这个退休 退休新闻工作者的那篇文章,那篇习文 然后就,然后就开始有人在 有人开始 分析为什么 这个胡锡进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被限制转发 难道形势发生了变化吗 我搜了一下 李光满的号也开始限制搜索 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 说明什么 不是反 不是形势发生了变化 形势继续往前走 只是呢 中共呢要把这件事情降温 降下来 既然 既然冒险试探一下 威胁一下 外界反应很强烈 被打回来了,打回来怎么办 缩回去 这个胡锡进这篇文章 限制转发的意思就是看一下可以 别转发了 别再注意这个话题了 把这个话题的温度降下来 就是这个意思 要降温 把这件事情抹平 就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讲第2个主题 第2个主题是西安地铁 西安地铁的保安 当众扒光女乘客的衣服 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8月30号下午5点半 西安地铁三号线 其中一列列车 有一个女乘客在地铁的车厢里打电话声音有点大 然后旁边的另外一个中年男子男乘客 就提醒他 提醒他两个人就发生口角 口角最后这男子还打了他一耳光 还把他三个弄坏 然后这女子呢就很激动 就也是反抗 最后呢那个地铁的保安就进来 保安进来就 就劝阻 劝阻无效 就想把这个女子从这个 车厢里呢把他 弄到月台上去 意思就是你别影响其他乘客 又在家里面吵架 女子不肯下去 最后这个保安呢在拉扯过程中把他衣服给扯完了 扯掉 扯掉了衣服 这个并没有停止 这个保安并没有停止 继续扯他 把他的内衣内裤全给扯了 这个女子基本上是 赤身裸体 最后是赤身裸体 这个保安 这是保安干的 那么当时呢5点半 你想一下 这是上下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 地铁人山人海 但是呢 地铁没有一个 只有一个乘客帮着保安去扯这个 女乘客下去 其他的人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告诉那个保安 你不可以这样对待 女乘客 没有人 大家在那 要么就是 冷眼旁观 要么就是拍视频 那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 看客的社会 看客的社会 当事人 女乘客 当事的女乘客是一名教师 这件事情马上就引起了网络上的这个滔天巨浪 你想一下 一个保安把一个女乘客 扒了个金光 这什么情况 城河地土 这个网络就网上就有人大骂 各种各种罢 其实网民非常愤怒 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昨天其实有网友在问这个事 昨天因为我们 这个新闻比较多 我们就没时间讲 我们今天讲讲 这件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情中国社会是真的病 病到了什么地步 病到了这个地步 地铁保安 我们一个一个讲 地铁保安 地铁保安呢 它其实没有执法权 它只有劝狱 或者是它只有什么呢 它只有报警的权 劝你不要干某种事情 它是没有执法权 那么实际上那个地铁 月台上就有 就有 这个警察的执法点 他没有去告诉警察 他干什么 他就自己下手 自己下手 那么保安有没有一点权力 保安是有一点权力 他有维持秩序的权力 他就是用这一点点权力 就把这些给办了 就干出一个这样的事情来 你可以看中国社会已经被权力已经腐蚀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经常看到 稍微有点 比如说那天 前几天 网上的那个学生干部去 去宿舍 去宿舍查 检查卫生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检查 那几个学生干部 还是只是检查卫生的学生干部 一点点权力 也就是一点点权力 你说中国社会底层互害 其实不是底层互害 这是权力对这个社会的侵蚀 就所有人有一点点权力 他就用这个权力 做任何 做任何事情 胡作非为 没有底线 完全没有底线 这个保安把一个女生客的衣服给扯光 他完全没有觉得 他完全觉得他有权怎么干 这就是权力的这个腐蚀 对人心的腐蚀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其他的乘客 麻木不仁 麻木 冷漠 缺乏同理心 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缺乏 缺乏羞耻感 其实你当时看到别人被 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另外一个人扒金光的时候 其实应该 站着旁观者应该是有羞耻感 但是没有 他们全部都没有 完全没有羞耻感 还有这个女生客 女生客是个受害者 女生客首先是个受害者 但是这个女生客也是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你想一下 衣服是什么 衣服是人的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吧 当你的衣服有可能被扯掉的时候 别说扯掉了 就是你当你衣服有可能被扯掉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尊严会 会被损害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首先保护你的尊严 保护你的尊严有很多办法 但是最后有一个办法是什么 妥协 下去 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但是这个女教师没有 她是个教师 她没有 她坚持 坚持结果衣服 衣服被扒掉 她还不 她还不放弃 她还在坚持 结果内衣内裤都被扒掉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 这个女教师 她对尊严也没有概念 她不觉得这件事 她觉得 她坚持抗争 比她的尊严重要 她也没有羞耻感 她也没有羞耻 她觉得也许她有某种程度的羞耻感 但是她还是觉得抗争更重要 其实 所以刚才讲 保安对这个女乘客的行为 侵犯 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 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 其实不仅仅是对这女乘客 是对所有的人 在场的所有的看客的 侵犯 但是你发现没有 所有的人都没有 羞耻感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问题 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羞耻感 失去了对尊严的认知 你可以看整个的 整个的舆论 从网络 到媒体的评价 讲的都是什么 讲的是保安有没有权利这么干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都没有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保安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倾断 对尊严的侵犯 对尊严的漠视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中共 中共建政以来 他对社会侵害最严重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对人心 人性 的最严重的摧残 就是人已经失去了 对尊严的追求 他已经无所谓了 当你没有对尊严无所谓的时候 这个人就变成什么 没有羞耻感 所以你想一下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公权力更可怕 公权力的表现更可怕 地铁公司8月31号发公告 讲了几点 第1点发生口角 第2点 这个他们 他们这个发生了肢体冲突 影响了这个车厢里的 乘客秩序 然后这个列车安全员就保安 进行劝阻 然后和其他的热心乘客一起 将女乘客带离车厢 然后呢就这个 乘客反应激烈拒不下车 然后这个为了确保地铁行车安全 车站工作人员及时的报警协助处理 最后呢就是 乘客在保安人员的陪同下 抵达目的地后自行离开等等 提醒广大乘客文明出行遇到一堆 你想一下 这边有两点他没有说 第1个 第1个 他没有说这个保安把这个女乘客的衣服得扒金光 他没说 第2个 他没有说 这个保安用的是什么方式 去处理这件事情 还有他撒谎 他根本没有报警 这个公告在挑战什么 在挑战人类社会胡扯的底线 这就是公权力可怕 公权力可怕到什么地步 第1个 他网顾事实 第2个 他在做一个 他在撒一个谎 就是 一个公营机构 在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 像公众 这样明目张党的撒谎 这是公权力干的事情 然后这个公告一出来以后 当然舆论又是大话 网民 就在微博上 就开始开骂各种 各种讨论 好 这个新浪微博就出手 这个时候新浪微博 所以中国社会你看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 失去了底线 也失去了道德 也失去了正义 这个新浪微博就出手 干什么 他发一个公告 说他 说地铁保安的这个拖业 拖拽这个女乘客的事件 引起关注 然后就开始说 说很多账号在 刻意激化矛盾 进行地域攻击 挑起性别队 开始 讲这个人们讨论是不对的 罗知各种罪名 然后他就开始处理 对6767个账号 禁言 6767 6000多个账号禁言 然后呢 对这个185个账号 关闭 关闭了185个账号 这就是新浪微博干的事情 就是当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账号给关了 然后同时把 影片下架 删掉这影片 然后把话题全部移出热搜 不断的删网民的帖子 这就是新浪带的事情 你说这个天几下还有公理吗 没有 没有地方去讲理 中国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了 然后9月1号 西安市成立了 市纪委公安局组成的小组调查事件 然后9月2号 西安市公安局 通报处理结果 两名乘客因老乱地铁公众秩序 被批评教育 你这神经病吗 你说这就是神经病吗 然后这个保安 这个 不构成违法犯罪 然后停职 停职 依法处理 什么叫依法处理 不知道 这就是公权力干的事情 把那俩乘客找来 批评教育 训诫 然后就是保安停职 这件事就完了 到了9月2号 这个纪委 处罚 通报这个西安轨道交通集团 7人被处分 这件事情就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就是 开始其实现在网民还在讨论这个 我就不具体再说 那这件事情其实 我们总体的来说 总体来说 非常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来 透视中国社会的基本 基本的状况 第1个 公权力胡作非为 就是公权力它不仅仅是 最有权力的那个部分 经常有人骂 怎么骂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可以这么干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就是 你如果你是谁 你就可以这么干 其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在中国公权力胡作非为 哪怕是公权力的末梢 他都可以做出最极端的行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安也好 各种保安 从城管到公安都 你给无数的视频 他们在胡作非为 没有底线 只要有权力 只要有一丝一点的权力 他都可以 把这个底线全部击穿 啥都干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国人冷漠 我们在阿Q正传里面可以看到 在阿Q正传 在鲁迅的小说里面看到中国人那种冷漠 看客 其实中国的现在人 跟那个时候的人 没有区别 非常冷漠 冷漠到什么地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 就一个小学开学 开学仪式 然后校长在那儿侃侃而谈 然后侃着侃着 突然这个镜头里面 小学生在排队 排着一排 其中有孩子 摔倒 晕倒 倒在地上 这广场上那么多的人 没有一个人 然后这个校长继续侃侃而谈 没有一个人做出任何反应 那不是现场直播 那只是在拍一个录像 但是 校长不会停下来 整个仪式没有停下来 没有一个人 伸出手 去拉他 或者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这个孩子 出什么事了 他身边的孩子也没有 这可怕了 这太可怕了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已经冷漠到了什么地步 跟一个女教师在地铁里面背个保安 从外衣到内衣全扒金光 旁边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 还是在西安 西安经常讲北方人比较豪爽 但是你可以看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是非常的可怕 这是 而且 西安地铁事件 这件事情 是非常经典的社会事件的模式 公权力 在公共场合 干了一件坏事 然后周围的中国人 非常冷漠 完全不做任何的反应 然后呢 舆论开始出来 然后控制舆论 然后这个 公营机构就出来解释 这解释胡说八道 撒个弥天大谎 然后就摁住 摁住舆论 基本上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社会的 中国社会事件的发生的模式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中国社会 病了 中国 中国病了 中国人病 这中共干 中共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建政开始 就一直在干这种事情 什么惩罚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啊 就是故意伤害罪 用故意伤害罪 去判那些 见义勇为的人 然后去判那些 辅导的 你想一下 当中国的法院 判那些 辅摔倒的老人的时候 判他们要赔偿 这个社会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中共干的 中共就是要干 中共就是要消灭那些 见义勇为的人 消灭那些 敢于或者出于同理心 伸手的人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变成这样 这是谁干 这就是中共干 但是 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责任 谁都跑不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 这件事情的后果 包括我们的孩子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鸣谢 情绪 张维寅的文章今天早上在 微信公众号推出后 不到半天就被删除了 张维寅是坚决拥护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在国内舆论到处对其喊打 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张维寅是真正的大学教授 经济学家 从他的字里行间能读出他的纯粹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多读读张维寅和他坚守的 自由市场经济的论点 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有更多批判的视角 政府人员可以从中体会自己 一丁点的志向 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 多么可怕的后果 观点 共产党仇视资本家 又要求资本家必须爱党爱国 简直是自我矛盾 不矛盾 我恨你 但是我要求你爱我 并且无私奉献给我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对 中共对待他的阶级敌人的态度 提问 中国政府走 江湖邓的韬光养晦路线 让经济继续发展壮大 CCP 和习的战狼加速路线 民不聊生但可以让西方警觉 似乎都是死胡同 请问王老师 您怎么看中国的两种路线 对世界格局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总体利益的影响 我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 持续的改革开放 才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是 中国要改革开放 而且要持续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改革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政治改革 一个是经济改革 不能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 必须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以前叫什么 叫跟世界接轨 政治经济体制都要跟世界接轨 就是 民主制度 走向社会民主 政治民主的制度 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这才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么 习近平在反改革 虽然他很多地方都以改革的名义 来做 但其实他做的全是反改革的行动 所有的政策 都是往回跑 所以 习的现在的这条 这条路线 就是 对中国人民来说 这是一条死胡同 是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 至于胡 江湖邓 江湖邓不能这么说吧 因为江跟胡不一样 胡跟邓也不一样 所以你笼统地说 没法说 韬光养晦跟这没有关系 韬光养晦只是一个 策略 我们讲的是根本路线 根本路线是改革开放 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观点 但凡有个鸡毛都能当令件的社会 保安 学生干部 协警 城管 各种红袖章 这些年各种报道屡见不宣 无不说明这个奴隶社会 这是个奴隶社会 有丁点权利就对别人 就把别人当奴隶 鱼打鱼骂 整个社会对这类事件也只是网上发泄一通不满 转眼就忘记了 却不反思背后的原因 大家反对的是什么 你看中国社会反对的是什么 保安这么干 不行 学生干部这么干 不行 协警这么干 不行 城管这么干也不行 但是警察这么干可以 学生干部这么干不行 那老师这么干可以 保安这么干不行 那领导这么干就行 理解吗 大家其实反感的是什么 反感的这些人并不具有真实的 可靠的 十足的权力 但是针对真正的权力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可以了 理解吗 愤怒的是这个 情绪 西安地铁保安当众8公里撑合衣服的视频 我看 我看完真的跟王先生一样的观点 没有一个人上去阻止 太冷漠 还拍视频 观点 视频我看 在拉扯的过程中被扯掉的 不是主观的扯 完了也没动内衣 双方都有错 保安有维持秩序的责任 但他处理不当 女主因为一些小事影响其他乘客 跟他理论的男生也不对 动手打人 你这讲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在讲 都有错 是都有错 但是你说的错 跟我说的错 不一样 为什么 你说的错 你基本上在重复 这个 西安地铁 地铁的公告 你不用再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知道了 观点 我们生活的那个社会 在授予职责的时候 从来没有明晰的彻底的解释过 手中职权的边界是什么 所以那里的人才会不假思考的做出那种 让自己行使职权 便利的随意行为 整个中国媒体群众 对这次地铁事件都是一致的谴责 因为视觉冲击力太强 设施保安是中国最残忍的农民 及其子弟的真实写照 观点 王老师今天对地铁事件的分析深刻 CCP就是滥用权力一次次侵犯人的尊严 中国人在人权律师被非法 监禁后 连寻求法律救助的最后一道希望也被剥夺 人人已经进入麻木状态 非常重要 非常对 为什么中共 中共其实最 大家如果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其实中共对人的伤害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对人的尊严的伤害 中共是不把人当人看其实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并不是仅仅是把你饿死的问题 而是剥夺你的尊严 做人的尊严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经历文革的人就是要把你的羞耻感 扒掉 把你的尊严扔在地上 践踏 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人你像比如说 傅雷他们夫妇 批斗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选择自杀为什么 他觉得人不能这样的侮辱我 我的尊严被伤害 如果我的没有尊严的话我全愿死掉 中共干的事情核心是什么 其实中共对中国人 最严重的伤害 就是剥夺他的尊严 所以在中国 没有尊严可言 这个社会 就没有尊严可言 每个中国人都没有尊严 只有一个人有尊严 是谁 有权力的人 在中国 尊严只留给谁 只留给有权力的人 他以下的人在他面前都没有尊严 一挤挤下来 所以我们经常讲 中国就像一棵大树 从下面往上 从下面往上看全是屁股 从上面往下看全是笑脸 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观点主要还是如何保证个人尊严的前提下把问题解决了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确实有困难,这个保安解决问题的方式肯定是有问题 甚至构成了犯罪,作为个人 要保护好自己的尊严 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尊严为前提 尊严最大 我刚才讲 这个女乘客其实也有问题 就是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尊严才是第一位 其他的要为这个让位 你想想看 傅雷他被批斗了 批斗了 我印象中是三天三夜 他跟太太决定我们自杀 为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争的,有什么可争的,为什么,因为我都没有尊严的,有什么可争的 我就 不争了 道理就在这里 观点,支持王老师见解,对 事情本质非常准确 俗话说,知识近乎勇 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传统的美德 说自己是中国人有点荒谬,我喜欢那句话,我在哪里,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是对自己的尊重,是对中国人概念的尊重,OK 情绪,我的确对女性越来越缺少真实 和理性的尊重和保护 西安这件事情是个典型的事件 观点 当公权利没有监督的时候,并且控制老百姓的言行 那真相也就如同西安地铁时间 颗粒化的社会没有人知道 当自己参与了这件事情,人们也 人们不知道会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同意王先生 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面对中共这个庞然 庞大的怪兽,我们只能做好自己 观点,原谅我前面说话直接 他是要个 他要是个 他要是个体面的人的话,就应该面对别人的批评 反省而不是瞒不讲理 破坏道功德 保安的执法的确过度 周围的乘客应该是很讨厌这个女的 才会吃人血馒头 整个社会力气越来越重 这是明显 观点,冷漠不只是这件事 我们还看到个视频 有个女人在路上 被强压、强搂抱,这我当然只是抱手看戏 这并非个案 是的 观点,任何暴力与不公的受害者一旦反抗 就会受到CCP施加更多的惩罚 中国的妇女在很多方面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旦反抗会被更大的力量所伤害 近年来国内的女权运动被官方反对打 反复打压 其实都是因为国家 加国同构 加国同构说得很好 CCP不愿意任何弱势群体反抗 进而启发更多弱势群体的全面反抗 非常对 中共在弱势群体方面 是进行不断的压制的 压制的 观点,西安女子在大众场合大声喧哗 其他乘客提醒 恶语相向,最后就变成纠纷,地铁接入 拖道 只剩内裤和拖光,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光 光扯掉外套帽子,这些都不应该 情绪,不受限制的权利 就像会飞的老虎一样,肆意吃人 看到这位女士的遭遇实在难过极了 在中国的确任何人有一点植物的便利就会掠夺别人的权利 哪怕是小区保安 都会收取某些住户的钱 然后拿个雪糕桶站几个小区的停车位 观点 主题讨论的是对人的尊严,重点应该是 如何采取正确的方式 维持秩序同时保障人的尊严和安全 不明白有这么多人还在纠结女子和保安的对错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朋友 提问,请问王老师,地贴公安这件事 为什么这么大力度在洗 包括聊天室也有大量的五毛在洗 他们洗这件事情的用意在哪里 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什么 其实人权,这关系到就是人权 人的尊严是什么 人的尊严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注意力 转移到对错上去 原因是 他要控制 中国人因为这件事情对自己权利的觉醒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跑来洗地,你看这五毛在这里洗地 五毛在这里洗地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舆论事件 这个舆论事件 其实戳穿了什么 戳穿了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 核心要点 当中国人开始要求自己的尊严的时候 共产党的麻烦就大 明白吗 共产党 为什么 文革也好,中共 中共建政以来 他最核心,对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洗脑是什么 就是剥夺他的尊严 从建政一开始 开批斗会是什么 开批斗会就当场 当众羞辱一个人,批斗会其实就是 皮肉之苦是其次 共产党 共产党对付中国人最核心的手段 就是批斗会 批斗会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剥夺他的尊严 羞辱他 当众羞辱就是剥夺尊严 一个没有尊严的人 一个没有羞耻感的人 核心是走肉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他就不会有更高层次的要求 他怎么会强调人权呢 不会 所以为什么这些五毛来洗地 其实核心的问题讲到的是 尊严的问题 羞耻的问题 情绪,在晕倒小学生视频的最后 当校长讲话结束 其他的学生看着自己晕倒的同窗 冷漠的,机械的鼓掌,这一幕最寒心 观点,没有办法,对于 在中国的人来讲 马路上摔倒的老人 扶了有可能被鹅 就吓得所有人都不敢扶,也不是没有同理心,是真的不敢 为什么不敢扶 为什么这个老人会讹你,其实本来这老人 不是每个老人都会讹你的 当法院这么判的时候 他在鼓励 这些老人作恶 所以这些老人,大部分老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作恶了 所以大家不敢 所以这个底线 是被谁击穿的 是被中共击穿的 中共在作恶 中共作恶的后果 就是大家都不敢扶 他在鼓励 地上的老人去讹其他的人 为什么,因为前面有案例 观点 观点 不认为王老师在说女生做错,我理解 老师在通过这件事情讨论尊严,在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地位 施害者不顾别人的尊严 被害者完全不顾及自身的尊严 非常对 这讲的是对的 旁观者也不为别人的尊严被践踏 而伸援 大家都很不体面的 互相伤害 永远也无法形成 体面的秩序 所以其实呢在中国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体面的人 什么叫体面的人 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才叫体面的人,中国人叫体面 观点我还跟婆婆为了一个 为了一个那女人的衣服扒光没扒光,争论半天 婆婆说就是把外衣拽下来没扒光,我说保安动手是不对的 OK 情绪,有次跟老公在美国的商店购物 排队结账时老公开玩笑 装很生气的捏了我脖子一下 被声音员小姐看见 不成想 上去开始结账时,对方第一句话就是问我 你还好吗 并再三确认我是否安全 一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 后来才反应过来,他是想保护我 这件事情对我震撼很大 美国人对弱势群体 乃至人权的保护意识真的很感人 是这样 我上次在一个什么 叫什么 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也是对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不断的反复确认 小孩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他生怕什么 生怕这小孩子被人拐带,就不断的确认 最后确认没问题 观点 地铁安检也是一种人权的剥夺,人民群众的配合也是助长暴力行政机关的施加行为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海 体面都是自己一点点丢掉的 非常对 你是我的朋友 体面 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的丢掉 非常对 提问,请问王老师 最近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外汇没钱了,所以从一些拿到美金的人开刀 我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 外汇还是有的 中国出口还可以 我们把事情总是想得那么因果 太因果关系了 情绪,王老师说的观点我很赞成 掌权者无论大小,大部分都在都会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无视人权强制执行 这件事情之一就是在计划生意上 不管你怀孕多久 抓到了直接营产,不管你的死活 非常对 情况,我叔叔某机关单位的公务员 他们说单位已经下了口头规定 特斯拉不准进机关大院 他们单位有两个人买特斯拉无法开 开车上班 找其他机关单位上班的同学问过叔叔 这个已经确认 全中国都是这样 特斯拉不能够进机关大院 情况,一,科兴卖给泰国的疫苗是8.9美金一剂 二 上海二手房贷 实行成交价 市场指导价 涉税评估价三价从第一原则 目前涉税 目前涉税评估价是成交价的50%到60% 那就不用买了 说到这个,我最近得到一个深圳朋友的信息 深圳房价跌得厉害 为什么,因为没成交,完全没成交 因为大家不愿意卖 结果房价跌得很凶 我估计 我估计这个拐点是到了 差不多,大家小心一点 大家尽量小心一点,房地产市场这块,大家尽量小心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差不多就到了 这临界点,现在就在临界点上 深圳房价开始跌 那就 其他城市就不好说了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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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